那个最近那个浪姐三不是开始播了吗 然后我也是浅看了一下 因为人多嘛造型很多 所以今天我准备来点评他们的造型 只看造型 第一套就是这个阿雅的 就他在我这里一直感觉是一个特别慈祥的人 但是这一套 这个裤子特别像我们山西的一种面石 就是手拽出来的那个面 郭彩杰 所以说实话我看这个节目啊 就是很多人可能是冲着王兴玲看的 但是我是冲着郭彩杰看的 因为我很喜欢他 就他出舞台就特别像那个 有点像那个法师 这个女法师还行啊 这个感觉我还挺喜欢的 但是我觉得他的造型比较属于耐看 然后有记忆点 然后他里面这一套内长的 你看他那个 他衣服上那个小果果 特别像那个彩蘑菇的小姑娘 下一个黄毅 我说句很直白的话 黄毅不管穿什么 都有一种很 不管了 就有一股很重的塑料感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因 还是他选的衣服的原因 反正给我这种感觉啊 下一个留恋 这名字还蛮好听的 他这个宣传照嫌他没脖子 然后他里面这套这个 手推纹 有点复古 再加上他这个眼影和腮红 连到一起 显得那个氛围感很足 有种复古的感觉 就是衣服穿得有点奇迪八怪 这个外套加这个紫色 有点像大妈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肯定有人想走复古风 这两个颜色比较Gucci 你发现没有 但是质感完全不在线 就显然他整个人 上面很精致 下面你挡住头 你看这个造型 Disaster 纳因 我哪结 这是圣罗兰的那条裙子 他特别适合这种 裹身长裙 就是纳因 他能不能辨别的这个发型 就特别像 那个被牛舔过那个头发 紧贴在头皮上 他只要一穿礼服 98%全是这种牛舔头 下一个宁静 牛舔头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这种 有资质的一点演员 想让自己显得有气场的时候 都喜欢用这种牛舔发 他里面的造型 又有色彩感 而且显得他本人很年轻 而且整个节目 他白得像发光一样 我知道你们绿镜调的很重 我觉得他就适合 把那些乱七八糟 奇力怪状的地方 往宁静上砰一针 他就合理了 下一个奇希 我觉得他演技特别好 但是他的外场造型 特别像广场舞的领舞 其实我觉得他 特别适合清冷的那种风格 就冷淡再加一点暗黑那种感觉 因为他整个人 是比较骨感 比较薄的 再加上他的脸比较棱角 玉骨轻挑那种感觉 特别适合他 下一个唐诗义 跳舞贼厉害 他表演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看他在穿什么 我只在看他表演 我已经完全忽略到 他穿的衣服 下一个王欣霖 王欣霖那场表演的这一套 上半身我是很理解的 下半身那双Prada的靴子 我完全不懂 我甚至都怀疑 他是不是收钱了 这双鞋配这一身 丑得不行 上轻下重 无莫愁 无莫愁应该给他一身好的衣服 这一套定妆罩 什么东西 我真是太丑了 这完全是衣服的问题 他表现力那么强 给了他这么无聊的衣服 无语 下一个是谢娜 谢娜这一次 我最大的印象就是 他高马尾好好看 虽然他的假发片 肯定加了很多 因为他的马尾太丰满了 看上去 然后我选他第二套衣服 上面这套裙子 特别像那个 六阳荣节主持人 因为谢娜 他本身会透露着一种 淳朴的感觉 所以他只要穿 颜色特别艳丽的衣服的时候 显得他这个人会更加淳朴 而且会喜劲 下一个许如云歌手 他这个进场的造型好好看 就是要没有首饰 这一身有首饰就不对了 有首饰就变成华贵了 但他现在是比较酷洒的 他如果穿一双普通的高跟鞋 这一身立马变成礼服 但是他配靴子 这一身就是时装 薛凯奇 定妆照修的像个什么一样 而且他这个广告是怎么回事 是那个蓝月亮的宣传广告吗 就那洗衣液 下一套余文文 余文文定妆照很好看 而且我刚进场的时候 我很喜欢余文文的性格 但是我看了半个小时之后 我就发现等等 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简单 他是怎么了 不知道谁欠他钱了似的 下一个张强 张强那场让我一眼想到了谁 Beyonze 就是Beyonze不就是那个狮子王吗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 对自己风格的执着吧 因为我就是一只蓝头发 原来是没有眉毛的 他的头发一直都是比较棚的 我觉得挺有个人特色的 挺好的 下一个张天爱 我觉得张天爱长得好好看 但是没有很贵的那种好看 他和妮妮不一样 妮妮也很好看 张天爱也很好看 但是他脸 我觉得张天爱的问题是太瘦了 他不像我 我是小骨架 我有肉但是看着瘦 他是瘦到骨头都出来 你想他上镜已经那样了 他现实生活中的那样 他定装是跟谁合作的 我看一下 阿波斯奥尔 这是二姐 把刘海去掉 求求了 他那一场这套裙子 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看 虽然版型很普通 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套裙子当时有多闪 在那个观众席里面看 他像一颗那个disco球一样 在那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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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闪 我一定要说一下这个赵梦 他是走摇滚的是吧 我觉得他有一点 刻意在表现自己是一个 摇滚乐团的成员的感觉 然后我看下来 全部呢 就是所有的年轻艺人 都在趋于平庸 所有的比较成熟的艺人 都趋于装嫩 这种感觉 因为第一次见面 大家都保留一点 所以都比较收人 这个要看他们以后的 尤其是什么决赛的时候 看他们那个衣服才有感觉 现在还不行呢 甚至有些人拿着私服就进来了 你们知道吗 咱们see you next time 嗯 嗯 对